比赛里面自由操的成绩是战略第六 现在的增加值达到0.9 因为在一套动作里面 它要求女子自由操的动作要有三个不同的空白 所以刚才做的7.2 它其实是一个满足特定要求 现在它的结束只要完成一个地图 就是这个 哦 这是地图难度的动作了 实际上呢 它的这套动作也达到了10分 刚才想大家介绍 在体操比赛中是禁止使用闪光光配照 请大家自与主守体操比赛的推定 谢谢 这个在女子比赛里边 双腿的开心